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收到一件Logitech最新的產品 就是這隻G502 Light Speed 假如有留意Logitech的觀眾 都應該聽過G502這隻滑鼠 由最初的G502 Proteus Core 之後的G502 Proteus Spectrum 再換了Logitech自家Sensor的G502 Hero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這隻G502系列最新作 G502 Light Speed 無線滑鼠 打開包裝的第一件事就是G502 Light Speed本體 然後下面就是說明書和配件 編織線的設計算是比較常見 用家都可以選擇插一條USB線 當有線滑鼠使用 留意接口是用USB Micro-B 配件盒裡面就裝著發碼和滑鼠的USB接收器 說回規格先 跟上一代一樣G502 Light Speed都是用Hero Sensor DPI就由100-16000 支援400個IPS的追蹤速度 根據Logitech所說 相比起以前的Sensor 提供高達10倍的電源效率 續航力更加長 既然用得G502這個名字 設計跟上幾代都大致上保持一樣 外形和按鍵的Layout 都跟上幾代沒有分別 但據Logitech所說 它們是將滑鼠的內部重新設計 令Light Speed再輕7g 滾輪方面也是沿用Logitech特色的Infinite Scroll 不過滾輪的材質就由之前的金屬實心 改成一個橡膠的流孔設計 相信都是為了減低整體重量而做的改動 而發碼的位置也做了少許改動 加多了一個放Power Core模組的位置 來到最重要的地方 G502Light Speed除了是一隻無線Mouse 也支援Logitech Power Play 不過我手上就沒有這塊Power Play的版 就試不到給大家看 但如果你有Power Play充電版的話 開了一隻Mouse就會自動配對 不需要再插多一個接收器 也不需要再擔心沒有電斷線的情況 說起電量 如果開了預設RGB背光的話 插滿一次最長可以用48小時 沒有背光最長可以用60小時 而且用USB2.0插5分鐘 就已經可以用到2.5小時了 配件方面就有2.4g、4.2g的發碼 可以讓你自由選擇 而USB無線接收器也配了一個延長模組 讓你插一條USB線進去 延長接收距離 好了 到Software方面 上官網下載Logitech G-Hub 確保Mouse已經Connect了之後 打開G-Hub就應該自動Detect到G502Light Speed 假如你在用舊版的話 記得先更新吧 G-Hub就相當易用 左手邊3個Tab 由上數下來就是Light Sync設定 按鍵設定和DPI設定 在Light Sync設定裡面可以設定不同的燈光效果 而且可以跟其他Logitech的產品同步燈光效果 就不用逐個設定了 按鍵設定就相對複雜一點 G502Light Speed 總共有11個鍵可以讓你任意設定功能 例如可以把左鍵設定為Ctrl加V的快捷鍵 不過我想應該沒什麼人會這樣做 詳細就留給用家慢慢研究了 DPI方面就最多有5段讓你設定的 你可以拖這顆黃色波波去你想設定的數目 或者click一下數字直接改 設定完之後可以直接click滑鼠上設定的DPI切換鍵 去試試效果 或者click一下你想轉的DPI 再按G-Hub裡面的DPI切換按鈕 Software就來到這裡 說一下實際用起來的感覺 我本身用ZOE EC2A G502的手感比較窄 還有會佔著手心的位置 手比較小的話可能就用不習慣 無線方面我本身就用一隻USB WIFI接收器 而滑鼠的接收器我就插在旁邊 可以說是測試干擾比較適合的位置 但是在我用的時間裡面 都沒有明顯的接收干擾問題 例如說滑鼠突然動不動 按鈕沒有反應這些都沒有出現 可以說Logitech的Light Speed技術 的確是做得不錯的 按鈕的手感就不需要多說了 作為Logitech最知名的電競滑鼠之一 左右鍵手感調教是做得不錯的 而我現在用的EC2A來做比較 EC2A的微動手感就相對硬身一點 但段落感也是一樣清脆 就沒有拖泥帶水的感覺 整體來說 G502Light Speed這隻Mouse 除了保持經典的設計和手感之外 還加入了Light Speed無線技術和PowerPlay的支援 可以說是一隻滑鼠界的拿你命3000 以我的角度來看 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定價 官網建議零售價是1299 我都明白的 畢竟是一隻主打超低延遲和防干擾的無線電競Mouse 但如果你要享受到PowerPlay的好處 又要再買一塊999的PowerPlay滑鼠墊 希望之後的技術就越來越成熟 價錢就可以親民多些 好啦 今天開箱就來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 滑鼠的詳細資訊和購買方式 可以click我下面的影片簡介來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